苏家大杂愿 天南 天玉两兄弟 风风火火地冲进了主房 在后厅见到了家里人 拥挤的走廊内 苏家子弟围聚在一块 正在冲室内的苏天北 追问缘由 苏天南推开众人 冲进后厅 看向了自己的弟弟 见他浑身都是鲜血 衣服被撕碎了 脸上全是瘀青 而苏淼淼则是在帮他处理伤口 怎么回事啊 苏天玉皱眉问了一句 苏天北被打得鼻青脸肿 刀口还在流着血 听见苏天玉的询问声 也没有回话 问你话呢 怎么回事 苏天南插腰鹤问道 我去找陆锋的人了 他们有准备 我没得手 苏天北用手腕擦了擦 鼻子上的血 低头回道 苏天玉看着受伤的二哥 眉目间闪过一丝利器 苏天南气得热血上涌 强压着心里的负面情绪 扭头看着苏家子弟问道 妈知道了吗 不知道 她上午出去了 找爸的朋友去了 苏淼淼回 都别在这聚着了 该干嘛干嘛去 别把这事跟妈说 苏天南看着自家子弟 吩咐了一句 他妈的 二哥被搞成这样 不能就这么算了 苏家子弟一向抱团 而且任亲不认理 他们一看 二哥被打成这样 个人情绪全上来了 该干嘛干嘛去 苏天南吼着命令道 喊声响车在后厅 众人见苏天南真的急眼了 只能暂时散去 苏天南转过身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谁让你去找陆锋的 明摆着的事 苏天北瞪着眼珠子吼道 长青公司这回不弄躺下我们 人家就不可能善罢甘休 你运作了这么久 连爸的面都没见着 我着急呀 我查了一下 陆锋手下的一个马仔 是策划军火栽赃案的主谋 抓了他 让他吐口 那这局就解了 但 但没想到 我找的大圈不行 事情提前漏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 长青公司是干啥的 那是百年大圈组织 你那点道行 在人家眼里屁都不算 你这回事没搞成 如果陆锋一击眼了 在局子里给爸瞎招怎么办 苏天南指着弟弟骂道 你太不冷静了 我是偷袭没得手 也没开枪 陆锋不知道是我干的 我找的人也安排走了 苏天北咬牙回道 我没给家里添麻烦 苏天南本想再骂两句 但看着满身是血的弟弟 最终还是忍了回去 他喘息两声 平复好情绪说道 你不能再出去了 剩下的是不用你管了 我和天狱已经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苏天北就是一个 直爽的北方小伙 他这么干 也是心疼自己的父亲 此刻一听说 大哥和天狱已经有主意了 立马追问了一句 你先歇着吧 苏天南回了一句 冲着天狱使了个眼色 二人就一同离开了房间 其实在刚才 苏天狱看着满身是血的二哥 心里的负面情绪比谁都大 二人打小关系就极好 很多情感都是装在心里的 苏家院内 苏天南皱眉冲着天狱咬牙说道 妈的 我咽不下这口气 一会我就去市区 大哥可以马牌攒局了 苏天狱打断着说道 叫上白流孔三家 再一块约那个叫陆锋的出来谈谈 苏天南正了一下 我们刚和那三家谈完 现在就约陆锋 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我觉得时机不成熟 二哥先动手了 陆锋那边肯定心里也打鼓 再拖下去 我们处境更难 苏天狱脸色凝重地说道 现在就残局 那三家如果临时变卦了 咱怎么办 谈着看 我有办法 苏天狱果断回道 苏天南斟酌半赏 说说你的想法 咱这样做 苏天狱轻声与大哥交流了起来 大约一个小时后 苏天南拨通了陆锋的电话 你有空吗 我们谈一谈交地的事 呵呵 行啊 你来我货场吧 我等你 陆锋懒洋洋地回了一句 下午三点半 龙城闸南区长青公司的 朗通货场门口 十几台汽车停滞 苏天南 苏天狱 以及白流孔三家的人 全部到场 众人汇聚在一块 刘家老二整理了一下衣衫 低声冲苏天南问道 你有把握吗 一会我来谈 苏天南面无表情地回道 大家默认自己立场就可以了 有的谈 大家肯定挺民 白鸿博站在旁边表态 话里的隐藏意思是 谈判有力 他会跟苏家绑在一块 但要谈不明白 那他们也会第一时间 撇清自己 孔城辉扫了一眼 老刘和白鸿博 一直没有吭声 人都叫来了吧 苏天狱冲着三人问道 白鸿博粗略地扫了一眼苏天狱 随口应道 工人都叫好了在路口的车里呢 苏天狱点头 没再说什么 走吧 苏天南带队率先迈步 向货厂走去 门口处 各家的随行人员都没有跟着进场 只在车辆旁边等待 因为毕竟是长青公司的地盘 几十号人要一块进去 那就不懂规矩了 长青公司的货厂结构 跟苏家的差不多 大院内全是囤放的垃圾 虽然各有分类 但看着也很乱 院内的工人汽车肆意穿行着 垃圾堆散发的臭味 能辐射方圆两三公里 说到底 他们还是一个社会底层行业 但这行的工人也不容易 得传染病的不在少数 苏天南 苏天狱 白鸿博 刘老二 外加孔正辉五人 顺着大院走了不到五分钟 就来到了货厂主楼门前 陆峰没有出来迎接 等待众人的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马仔 他冲着苏天南点了点头 指着楼上说道 风哥在三楼呢 苏天南汉手 带着众人迈步 跟着马仔上楼 大约五分钟后 众人来到三楼的经理办公室 陆峰喝着茶水 见到白鸿博 刘老二 孔正辉三人也一块来了 表情略微有点惊讶 呵呵 人来得挺奇呀 陆峰调侃着说道 早晚都得谈 那就一次性把话说 明白呗 一直没说话的孔正辉 率先回了一句 言语中的意思是 站在苏天南这边的 陆峰缓缓点了点头 伸手指着沙发说道 都坐吧 屋内除了陆峰本人 还有三四名 长青公司的小头头 他们正坐在 休息室门口的桌子旁聊天 苏天南坐下后 话语简洁地冲着陆峰说道 陆总 你让其他人出去 有些话咱们单独说 陆峰正了一下 什么话 还被人啊 警屋署那边的话 苏天南面无表情地回道 陆峰端着茶杯 懒洋洋地冲着 屋内的小头目 吩咐道 你们出去聊吧 这里是长青公司的大本营 而且苏天南 明显是带着 求和的意思来谈的 所以 小头目们也没有多说话 起身就离开了房间 房门关上 苏天玉大咧咧地 坐在了陆峰身 左侧的椅子上 后者皱眉看了他一眼 见到他文质彬彬的 像个大学生 也就没搭理他 说吧 大家伙想怎么谈 陆峰无视四家的领头人 自己倒着茶 自己喝着 态度随和 语气慢调思理的 话音落 白流孔三家的人 都看向了苏天南 苏天南停顿一下 皱眉看着陆峰说道 吃江湖饭 拳头大就打别人 拳头小娜就挨走 我们几家能力不行 那挨了打 也就只能认了 这话对 陆峰笑着点头附和 陆总 这几年我们在脏帮 多少也赚到了一些钱 刚才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 准备凑出来八十万 给咱长青公司上上香 苏天南直言说道 除了这个上香的钱 以后我们四家人马 每个月从利钱里抽出5% 给长青公司交份 行不行 荣城的经济体系 是依附在欧盟势力下面的 这里的主要流通货币 也都是以欧元为主 一欧元的购买力 等同于纪元年前的6块钱左右 而这还是因为 欧盟势力近些年 因为不停地扩充基础建设 几次加大货币印量 从而才稀释了欧元的价值 不然的话 欧元货币还是很坚挺的 新纪元开始的时候 它是1比10的兑换率 也就是说 四家凑出来的80万 等同于纪元年前的近500万现款 而这对于搞底层行业的来说 绝对算是一笔巨款 是他们一分一分 积攒下来的血汗钱 陆峰听完苏天南的话 扭头看向他问道 你的意思是不交盘子 陆总 我们四家都指着这点买卖养家糊口 交了盘子 我们得饿死 孔承辉态度明确地插嘴说道 你们长青公司家大业大 我们也认清了自己位置 你跟李老板说说 给我们留一条生路不行吗 呵呵 陆峰放下茶杯 敲着二郎腿 反问道 你觉得行吗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 陆总 苏天狱突然在旁边说了一句 陆峰就没看向他 你谁啊 我叫苏天狱 是天南的堂弟 苏天狱扶了扶眼镜 满脸笑意地回道 你有家教吗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陆峰提起茶壶 根本不再搭理天狱 只低声说道 你们还是没搞懂 这事的关键 盘子是底线利益 不交肯定不行 苏天南文生想要说话 但再次被苏天狱 抢先了一步 陆总 你非得感激杀绝啊 陆峰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抬头看着苏天南问道 你们苏家 现在都是小崽子 出来说话吗 苏天狱阳光的脸上 泛着笑意 没有理会苏天南 想要制止 他说话的眼神 只从侧面 盯着陆峰 再次问道 陆总 你说直白点 长青公司是不是要赶尽杀绝 砰 陆峰将刚提起来的茶壶 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脸上的客气和善 消失无踪 只目光冷峻地盯着苏天南说道 你们还是没被搞疼 你爸进去了 你弟弟挨了起码三四刀吧 你怎么还没睡醒呢 妈的 要不是上层有话 别说地盘了 老子连你吃饭用的设备都要拿 苏天南听陆峰提到自己弟弟 心里的火一下就窜起来了 我明告诉你们 你们不用想着抱团一块扛这事 陆峰指着众人 一字一顿地说道 谁当出头鸟 我就让谁家的老头子当煮饭 吃花生米 啪 就在这时 一直坐在陆峰旁边的苏天玉 突然从桌上 抄起了小孩脑袋 一般大的烟灰缸 脸上的笑容和阳光 完全消失不见 有的只是执拗和凶利 砰 苏天玉右手攥着烟灰缸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从侧面狠狠地 砸在了陆峰的脑袋上 陆峰身体往前轻了一下 眼神有点萌的就要回头 苏天玉左手拽住陆峰的脖领子 右手拿着烟灰缸 疯狂抡动胳膊 连续冲着陆峰的后脑 砸了六七下 陆峰的身体素质很好 在长青公司 也是赫赫有名的头马打手 如果正常斗殴 他绝对不会毫无还手之力 但苏天玉干得太突然了 前一秒还在笑呵呵地说话 后面突然就抱起打人 陆峰只被砸了两下人 就迷糊了 茶几桌旁边 另外四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苏天玉 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陆峰脑袋被砸了六七下后 整个人就前轻着趴在了桌上 后脑全是鲜血 身体静卵式地抽动着 苏天玉扔下烟灰缸后 没有罢休 顺手捡起桌上的水果刀 左手按着陆峰的脑袋 右手姿势非常熟练地反钻着刀柄 依旧没有吭声 只目光凶利地捅了下去 扑斥 刀尖落下 直接扎穿了陆峰的诱饵 将他脑袋定在了石木桌面上 鲜血喷溅 染红了茶几桌面 和苏天玉的左侧脸颊 苏天男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弟弟 脸色煞白 立即起身喊道天玉 苏天玉拔刀 抬头看向四人 声音不大地说道 太他妈猖狂了 这要放在三十年前的 华人无人区 他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由老二率先反应过来 蹭的一下站起来 吼道你他妈疯了 你动陆峰干什么 苏天玉放下刀 摘掉染血的眼镜 弯腰坐在沙发上 从裤兜里 掏出一块 洁白无瑕的眼镜布 一边丝丝纹纹地 擦着脸上和眼镜上的血 一边轻声说道 很明显啊 谭不拢 你他妈动了陆峰 那不更谈不拢了 小崽子 你做事太没谱了 由老二嘴角抽动地 指着苏天玉骂了一句 扭头看着苏天南说道 这么干肯定不行 你们留在这聊吧 我先走了 白红博文声 也立即站起来苏天南啊 你出来办事 带个愣头青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爸要因为这是出不来 我跟你没完 斜对面 一直没吭声的孔正辉 扫了一眼苏天玉 眼中依旧藏着惊讶的神色 没有急着表态 由二老和白红博 转身就要向外走 显然是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待了 苏天南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弟 伸手拦了一下二人说道 你们不能走 一块来的是要一块扛 你有病啊 我爹还在里面呢 我跟你扛了几把 白红博伸手就要推苏天南 苏天南直接撩开衣角 露出他从天北那里要来的手枪 你们先再走 我就开枪绷了陆锋 然后去警务署自首 走私案是一块干的 进长青公司的货厂 也是一块进的 你要跟别人说 陆锋挨干 只有我一个人动手了 那也没人信啊 苏天玉重新戴上被擦得正亮的眼镜 笑着说了一句 众人猛逼 与此同时 苏天玉缓缓起身 走到了窗户旁边 众人看向他 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苏天玉伸手打开窗户 看着货厂院外 突然七力高喊道 都他妈进来啊 陆锋动手了 我们出不去了 院外短暂的安静后 等待在货厂门口处的各家马仔 全都抬头看向了院内 苏天玉再次扯脖子吼道 动刀了 出不去了 院门口 白家的一名壮汉 直接扔掉烟头 镇臂高呼 抄家伙 摇人 冲了长青公司的货场 话音落 院外三十多号人 拿上彻车里藏着的刀 一股脑的就冲进了大院 并且 白家有一个领头的壮汉 还在拿着对讲机喊道 老大出事了 需要支援 路口的兄弟 抄家伙过来啊 二楼室内 白鸿伯一脸猛逼的看着苏天玉 你什么意思啊 有老二文声爆跳如雷的 冲着白鸿伯骂道 你傻逼啊 这种问题还要问 他给咱们架上了 你看不出来啊 新书开坑了 求打赏 求推荐票 求一切打榜支援 众兄弟助我 咱们一块登天梯 新书更新时间老规律 早时晚八